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这个本频道观众来的关键版爱丽的邦邦 拥兵击球心里加先知 今时候现在我们知道,就是打邦邦还是一个不错的点 无论保人还是救人 这时候,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先知心里有两个可抓的点 这两个突破点的话都是牵制不起来的 也就是说上来如果说开局不好的话呢 基本上邦邦是可以做一个平局 然后作用一个平局往真身方面去打的 你求人者想要前期比如说这边一个点位不好的人被抓了 一个先知或者是心理学,他没有二维能力 你真的想要盘活的话得接手来救 但非四黑盘活来救损耗的密码机的一个进度 其实比四黑要差很多 所以机子可能也会不够 那万一一波没保好就直接输了 所以这个局我不太看好求人者 就求者的,剧本有没有?有,机友手神发灰 或者另外一个剧本就是开局脸可以对吧 前锋,然后这个 那个,不是前锋 佣兵机友手轮番牵制或者轮番撞脸 这边找人找半天,因为他带的是个闪现嘛 所以找人,这有可能找不到的 这个也不是没见过的 但这可能性不太高 机友手直接起了个爆发 这个爆发是怎么的 交了个闪现进来 看了一眼 怎么这边交了个闪现呢 机友手这边准备 来,棒子打开 漂亮 还是晕的带爆发的棒子 先知这边拉点 机友手最好再来一棒 再来一棒就舒服了 这样的话呢 棒棒只能靠炸弹来击倒这个先知了 因为他平地的话距离太远了 炸弹能不能补 这边炸弹 炸 遥控雷交了 那还差一炸 先知不要翻窗 因为翻窗的话呢 容易被交互炸 那就是平地躲 就平地躲 能拖多久拖多久了 这把的话 其实刚刚机友手那一棒子 还是非常好的 保了一轮这个先知啊 这波保完 机友手这边还要来干扰吗 稍微意思意思吧 我觉得稍微意思意思 就算了就可以了 稍微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这个机友手其实我觉得两波打的都很好 前面一波对吧 很漂亮的一棒子 卡好时间 让这边的这个队友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间 拉开胜位 后面一波的话就意思意思 反正拖你个一秒 拖个一秒 拖个两秒 然后机友手一救 救完以后先知这边拉走 机友手如果不吃双的 把机子补开的话 其实机子是够的 机子够的 因为等于说现在差最后一台了 这边已经在修了 用兵这边过来补一补 就看这波能不能卡半救下来 棒子没打到 炸 掏 可惜了 还是一波 如果这波没有能救下来的话 虽然说啊 就棒棒不一定能赢的 但是呢 我觉得棒棒平局肯定是稳 我拿了 平局肯定我拿了 救 好的可以 这波救的很漂亮 追这边的佣兵应该是不太能行的 追这边的佣兵应该是不太能行的 追这边的佣兵应该不太能行的 先说这边的话 尽可能多修一点 能修多少修多少了 他这边好像是想把金手摸起来以后 金手再来保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先只要躺到这个 就要躺到里面这个窗口 就不是这个板口 里面这个窗口 这样的话有机会能赶过来保一保 但其实也蛮难的 距离有点远 还行吗 现在我觉得两边五五开 五五开 并不是说到底有多少优势的 其实棒棒没有太大优势 因为棒棒前期是个劣势 前期抓这个先知的时候 花了太久的时间 被这鸡肉保了一轮 那轮保了这太关键了 佣兵的话这边直接跳走啊 拖着也行 说实话拖着也行 往下那么一跳 哎呀完了 在伤害吃到了往下一跳 那就可以了 闪现一刀 好的 艾莉这边这手炸弹 这手闪现交的很果断 那心理学院绕过来 来补这边的机子 机首这边机子刚好点开 还是一个三轮开门站 就艾莉这边 就算你这一轮再次防下这个机球手 那边机子依然好了 好了以后还是一个三轮开门站 三轮开门站 机首这里可能是个白板 因为他球交掉 但是佣兵手里三个护臂啊 我觉得还是个平局 还是个平局 直接捞了 捞下来有薄灭 艾莉这边其实手机子会更好一点 机子压好了 机子压好了 手不住 手不住的话 你还别说这机子手有球 这个时候追傭兵 不一定是个好事啊 那他传送三四十秒 四十秒 地窖在哪里 地窖如果在这边的话 那真有可能跳地窖 地窖不在这边那还行 他光靠三个护臂拖是可以拖的 转的话 打一刀 那边门再点 傭兵有护臂 往地窖口走 地窖在这里 门开了没有 还没开 还没开 快走 你们快走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差了那么一秒钟啊 这把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基础手那波没救下来 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只能说就是爱你守的好嘛 但是除此之外的话 我觉得穷者都打得非常好了 差一点点 还是成了一个三旁 这也就是 开局追先知 或追心理学家 他如果说节奏慢了 这就我看 这时候肯定有观众说 你不是说 帮帮稳平真是吗 那是前提是 那要上来能够遇到突破口啊 改道是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